看见需要有爱心也要运用多种智慧 让爱心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 慈气志工人人都是小螺丝钉 现在每天在现场都有1000多人轮班守候 有人是负责统筹分派任务 有人是负责执行 在最短的时间内协助救灾人员以及受灾相亲 对师姐说她从昨天一直补到现在 运出去因为她就冲起来 她就冲起来 她们就让人员急需要 所以她们要给她输求 我们现在有10个要进来后我们放线 不到10个就要快补充进来 我们是从地震一开始那天的凌晨 我们几乎不到5点就来这边集合 慈气志工李滋荣在美农地震发生之后 清晨5点多抵达现场附近找到指挥点 进行统筹物资以及人力调配 不论是救难人员还是受灾民众 来寻求物资都会尽量打点到最好 师傅在外面就好了 一箱又一箱的物资也有来自一般民众的爱心 民众对我们持续非常信任 他们都会一直要把物资给我们 那有的会请我们帮忙 如果他们请我们帮忙发送的 我们尽可能也会愿意去帮忙 我们不主动去拿别人的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请我们协调 我们还是可以的话 会帮他们发出去 来回忙着调度仔细记下需要的物资 虽然正值新春期间 不过这群志工们依旧坚持为当地受灾户 以及救难人员付出 对李自荣来说这次的经验 也让他了解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从做中学并且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的工作 希望让更多的受灾民众能够得到更多的温暖 真上美志工杨淑媚蔡信娟谢光文台南报导